就是來看到昨天指揮中心的公布死亡個案 其中也包含了一名三歲男童 銅酸中毒喪命 剛剛就了解這一名男童 他本身是有慢性病 在這個月7號確診之後 隔幾天開始出現了 校後病發呼吸久迫 先後就收治在家戶病房來治療 但是過程當中又出現了 糖尿病銅酸中毒 不幸是在這個月14號宣告不治 那麼對此呢 醫生也解釋了 一旦發生銅酸中毒 尤其對腦部容易造成影響 常見的症狀呢 就是呼吸急促也會喘 嚴重還會導致敗血性休克 但是醫生也認為了 這有可能就是病毒呢 攻擊胰臟的極端症狀 一般其實未必會有前兆 但是如果體內是有大量的同體累積 患者很可能會聞到水果味 沈建立小小孩露出不適神情 在爸媽懷疑中嚎啕大哭 如今兒童中重症不斷攀升 失效後更有一名三歲男童 臭吼病發心肺衰竭 申告不治 甚至被診斷出糖尿病 銅酸中毒救不回病況急轉直下 可能會有腹痛 那當然兒童可能會覺得說 很脫水的一個狀態 他會覺得很thirsty 就是他覺得口渴 然後另外他尿呢 突然也變得很大量 把水有一些昏迷 然後昏沉想睡 病毒朝著小小遺葬猛攻 醫師點出銅酸中毒的典型症狀 還有關鍵情緒 包含呼吸未喘 出現水果味嘔吐等 都和大量同體累積有關 嚴重的話更可能敗血性休克 但就怕不小心 和其他兒童病症混淆 病症還是略有不同 醫師指出銅酸中毒和血糖增高 胰島素不足有關 不一定會有前兆 但會陸續出現警訊 都得特別留心 畢竟看看目前兒童中健 累計62人18人死亡 症狀比例發高燒 併發腦炎大約50% 而上呼吸到阻塞的孝吼 也有30% 小小身軀難以抵禦病毒 6歲的小小孩 那疫苗是最慢 才普及的一個族群 那當然是比較危險 他們就跟一張白紙一樣 變種病毒攻勢猛烈 併發症狀難党 威脅到小小孩生命安全 必須得高度警戒 記錄節目專業臺這麼多